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20集 那身材雄壮男子再次低鹤头 都给我蹲下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刚到的那一群村民里 有一名二十左右身材瘦弱 但面相却十分刚毅的男孩 冷声质问 让你蹲下你没听见呢 身材雄壮的男子怒声呵斥 与此同时 他钻了钻拳头 一股强大真气 骤然便从体内喷波而出 那名身材瘦弱男子 就站在张凡的后面 张凡急忙拽拽那男子的哭腿 那男子下意识把目光投向张凡 当他确定了 面前人是张凡以后 他当即愣 他愣神的功夫 张凡再次拽了拽他的哭腿 瘦弱男孩缓过神来 立刻便蹲下 有些惊奇地望向张凡 张凡是村里面的恩人 这个村里就没有不知道张凡的 张凡冲那瘦弱男子笑了笑 而后 又递给瘦弱男子一个眼神 似乎是在告诉他 不用担心 行道场的这群村民 全部蹲下以后 一名身材修长的男子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冲着那名身材雄壮的男子招了招手 身材雄壮的男子 则对着身材修长的男子 颤眉一笑 微微抱拳 张凡在那身材修长的男子身上扫了眼 看来 此人便是来到村子里面的两个人中的第二个人了 在这一扫间 张凡也感受到了 这身材修长男子的实力 此人道行和张凡相当 都是第二竞第三段 但他真气实力 却是在张凡之下 指第二竞第二段 眼下这样的情况 即便二人联手 也并非张凡对手 所以张凡便彻底放松了下来 至少 他是可以保护大庚村的村民 不受伤害的 只见那名身材修长男子 不紧不慢地到了那名身材雄壮男子身旁 然后 朝着众人朗声道 今天把你们抓过来 不为别的 我就想问问你们 是谁把树林里面的东西给挖走了 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承认 并且把东西交出来 我不会为难你们 但如果没人承认 那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忌日 他的声音里充斥了寒意 我数十个数 在我数完之后 如果还是没有人承认 我就把第一排的十个人 全都杀掉 他说完了 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来 在第一排的十个人的面前 轻轻地晃动了一下 听到他这话 在场村民的脸色们都是一变 而后 互相对视一眼 开始嘀咕起来 十 九 八 七 随着数字越来越小 村民们的心情 也是变得越发的紧张了 他们都在讨论着 让那个挖走树林里面东西的人 尽快站出来 四 三 二 哎呀 这人怎么还不出来啊 要让大家伙 都跟着丢了性命吗 一 身材修长男子 花音落下 扬起手中短刀 便要向着他面前的村民的脖梗滑去 这时候 张帆猛着起身 大声说道 慢着 我有话说 那男子手中的刀微微一顿 把目光投向张帆 村民们也都把目光投向了张帆 当村民们看到张帆之后 所有人都是愣住了 张先生这三个字 闪过了他们的脑海 但是 却并没有一个人脱口说出来 挖走这里东西的人 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你 你站起来干什么 村子里还有很多人没有过来 如果不是我们在场这些人所为 你即便把我们都给杀了 也找不到真正挖走你们宝贝的人 没有全都抓过来 身材偏胖男子 男男子语 下意识 把目光投向了身材修长男子 这些个人都是我挨家挨户 从床上给耗起来的 而且 在去过的每一家每一户的时候 我都仔细感应过周围的气息 我并没有感应到他们家里面 有什么人逃走啊 身材修长男子 对身材偏胖男子说道 哦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 这小子肯定是胡说 他恐怕是居心叵测啊 听到身材偏胖男子的话 身材修长男子点头 而后 蒙地把目光投向张帆 双眼微微一眯 小子 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 我看你是找死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不信可以问问大家伙 看看村长来了吗 张帆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开始私下环顾 哎 村长还真没来啊 村长去哪了 这事不会是村长干的吧 不可能 如果这事是村长干的 以他的品性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咱们被杀 而坐视不管呢 嗨 人都是会变的 变你妹啊 这么多年 村长为咱们村子里付出了这么多 你还怀疑他 你良心被狗吃了吧 众人都开始纷纷讨论 这时候 神材熊爪男子抱鹤桃 都给我安静 谁他妈再说话 我马上弄死谁 一瞬间 人群再次变得鸦雀无声 你们再看看 还有谁没有到场的 神材修长男子 扫看了眼中人 如果你们不想死 就都给我放亮了眼睛 随后 人群中的村民 就开始再次地私下打量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那神材修长男子再次问 除了村长之外 还有谁没有到吗 村民们听了 几乎是全都摇头 张凡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神材修长男子 把短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问道 村长家在哪啊 村子里面所有人家 神材修长男子 都走了一遍了 他一定去过村长家里 但是 却并没有抓到村长 在他看来 他只有从 从村长家里面 带住的人那里 才可以获得 找到村长的线索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